荷蘭畫家維美爾的作品《戴珍珠耳環》的少女 過去兩年在世界巡迴展出得到熱烈迴響 原本收藏她的美術館也在這段期間 耗資臺幣9億整修完成了 少女也終於回家了 她跟其他荷蘭黃金時代的名畫一起展出 維美爾知名畫作《戴珍珠耳環》的少女 經過兩年全球巡迴展出 終於回到荷蘭海牙 在整修後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展出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在17世紀時是伯爵的宮殿 有海牙的珠寶盒之稱 這裡展出250件荷蘭黃金時代的畫作 除了舉世文明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這裡還蒐藏許多名畫 包括法布里修斯的金翅雀 這幅畫的同名小說拿下了2014年普利茲獎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花了3000萬美金相當於台幣9億整修 拓寬了樓層的空間迎接日益增加的參觀者 從新開放的莫瑞泰斯美術館預計每天會有超過1000位參觀人次 帶給大家更多藝術感動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